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借贏贏 到来酒精 烧滚滚 皮包 到底 杜菇 这是一个意象 我在酒庄的二楼 二楼的一个空间 我看到一个椅子 我将我的背包 我的包放在椅子上 表示这是一个女人的背包 但是我们来这里是在盛酒 因为这是葡萄酒庄 所以葡萄酒庄的时候 他们在里面盛酒的 室内里面 从里面看出 外面里面是烧的 我们知道里面烧的就是 非常热 那里面酒精还烧滚滚 所以里面的 肚子里面有很多 酒精在发酵 外面里面烧的烧的 其实我们这样写的时候 就会看出 当时的心境 以及外面的情景 皮包都在那里 杜菇 杜菇就是在那里 群群 杜菇就是打顿 一般的外国人 一定不知道杜菇 但是如果他们在问 我们就解释 杜菇是我们台义的 议会 就是打顿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看一个 照片的时候 看一个风景的时候 在风景里面 会摘到一种灵感 这灵感就是 你死人 自己去写 你要怎么写出来 所以虽然是在窗边 看到一个皮包 然后他放在支架上 拐杖的支架上 然后你就知道说 拐杖是老年人在用的 那种戏旅游的时候 带拐杖出去 有的老人 他的角力 已经不是很好 所以 后来想就说 我们很爱去 去吃酒的时候 还会去看到外面 外面还有一个小小教堂 那个教堂就是 他们这个酒庄里面 我们知道西方有很多的教堂 大大小小的教堂太多了 跟我们台湾的土地公庙是一样的 他们是拜上帝 我们是拜土地公 所以高等到处都有 吃酒中堂 中堂就是五间 这首是吃酒中堂 我是这样说 在里楼的酒庄 宴外里头有车 到来酒庄烧滚滚 背包 到底 乖乖 杜姑 我们下期见 我看见 我看见 你 我看见 你 那一定可以 你 我看见 你 我看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